我想知道据说这个冰四带这块冰是平原上最快的一块冰 可能这个对观众来讲比较难理解 这个冰怎么能让人快 够滑就可以吗 其实我今天非常荣幸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北京速滑馆冰四带 然后来体验今天的这个滑冰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兴奋 因为从18年高别赛场到现在已经马上快四年的时间了 那么其实速度滑冰呢可以讲出很多故事 因为它是第一届冬奥会在1924年就设有的项目 它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109枚金牌里面占了14枚 也是项目最多的金牌数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它也是世界上没有助力 什么叫没有助力 比如说滑雪没有坡度自行车没有轮子 但是它是没有助力比赛最快的项目没有之一 它可以最高时数达到每小时70公里 那它也是冰上项目唯一一个跟时间竞争的项目 所以这个速度和快这两个词 对于速度滑冰来说它诠释的非常完美 但是呢我们又分高原场地跟平原场地 比如说我们有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我们有美国的盐湖城 我们有中国的新疆的场地 那这一块冰场是我相信它会是平原场地最快的其中之一 那我也非常期待在北京2022冬奥会上 所有的速度滑冰选手可以在这块场地上去创造平原最好的 这是您第一次来冰四代试滑吗 滑冰的话是第一次 但是从设计到建造 我们多次代表运动员委员会和跟国教委会来踏刊来考察多次 那今天是冻上冰面之后我第一次来到速滑馆 那终于体验到了这块冰了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从运动员体验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场地 那么我相信从观众的体验感来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场地 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员 一个速滑的选手 冰面是最重要的 冰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每一个选手都希望在这块冰面上去划出最好的成绩 来证明自己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水平和比赛水平 所以今天我也感受到了 其实当你站在冰面的时候 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冰非常的滑 非常的亮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从冰面的设计和这个制冰环节 我们有冰温 有室温 有湿度 还有冰的厚度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这些细节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冰面的 这个冰的这个怎么说 软硬度适中 然后我也会感觉到这个气温也非常适合速度滑冰选手 那其实我们站到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从观众的体验感 观赛感来看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而且我相信从我的这个经验来看 它应该是世界上 因为它在北京 因为它在中国 所以我相信它是一个最完美的速度滑冰场地之一 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想念这块比赛场上的这种激情和 和这种紧张还有刺激 可以说从七岁开始从事冰雪运动嘛 然后二十岁转向到速度滑冰 速度滑冰它从没有离开过我一天 那虽然我现在推议了告别赛场了 但是我仍然坐着跟奥林匹克 跟冰雪运动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能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为奥林匹克为冰雪运动一直奉献自己 我相信这会是我一生的职责跟任务吧 在这个这块大道速化的冰面上 您也拿到过非常辉煌的成绩 能跟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当时索气的 您当时夺冠的过程吗 其实索气很明显 它是我的原梦之战吧 然后2014年2月13号 这一天我相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 这一天也是改变我一生的一天 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所以我非常非常幸运能在一千米上 然后为中国速度滑冰取得手筋的这样一个成绩 那一刻我非常享受那一刻 因为整个1分14秒02的一千米 然后让我体会到了 就好像我的身体我的冰鞋和我的冰面融为一体 其实刚才我在驰骋在这个冰场上的时候 人家会找到那种感觉 就感觉这个冰面这一刻全世界都属于我 所以我也希望说在2012冬奥会上 有更多的运动员 更多的是去享受这块比赛 而不是要把更多的压力 比如说我要拿什么样的成绩 我要为谁谁去拿这样的成绩 这种压力带给自己 而更多的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更多的这个训练经验 比赛经验去发挥出来 不留下遗憾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专业的选手 拿到奥林匹克资格 他就已经是世界最顶级的运动员之一了 所以我觉得展现自己 然后四年一届的奥运会 能在北京这块场地 能告诉全世界我是最棒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想跟每一位运动员说的 真棒 太棒了 你说的太好了 我们再问一个小小问题吧 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这个冰 能够让他这么完美的展现付出了很多 然后您也参与了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科技 然后也是为了保证运动员 有划处比较好的成绩 那您觉得就是怎么样的冰 是真的是能够 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验来讲 有助于他提高速度 有这种科学依据吗 其实刚才我有说了 速度滑边我们主要就是比的速度 那么从80年代之前 我们就是死脱的刀 我们用这个俗化 后来我们研制了克莱普冰刀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塔拉板 后脱可以分开的 包括我们的浑身的这个器材 你看到了非常的轻便 速度滑边选手只需要一双冰刀 跟一个比赛服务 冰刀是应该所有的这个冰上项目里面 最轻的冰鞋 当然了从服装 从冰鞋 场地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现在我们也说这个科技助理东奥 那从什么样的体现 首先是从场馆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说 现在我们这个冰丝带运用着二氧化碳的这样 纯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也是全世界最领先科技的速度滑边场馆之一 那我们也采用了全冰面制冰 那我们同时我们也请来了这个国外最专业的制冰师 从冰面啊从水质啊从温度啊从湿度上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 那么我也相信说在这个北京2022冬奥会期间 能让全世界所有的速度滑边选手去体会到这样的一个 有科技助力的速度滑边场馆里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前几年的比赛 我记得是2020年或者是19年的时候 在盐湖城的一战世界比赛 八个项目打破世界纪录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不是每一个选手提高 而是我们在器材上 在冰面上找到了更多科技助力 才会让这个项目更能讲出故事来 然后也更能体会出来速度滑边的魅力 谢谢